今天,三个女人要聚会 聚会的由头是莉莉要结婚了 莉莉这样的女战士 她一直觉得结婚离自己很遥远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结婚之前 女战士自然是要庆祝一下自己最后的单身日子 于是,就把两个已经步入婚姻的闺蜜叫了出来 这人啊,青春真短暂 一瞬间就这么消失了 来,姐妹们,敬青春 说什么呢? 咱们姐妹三个,就算是都结婚了 有孩子了,也依旧是小姑娘 等我们七老八十了 我们依然是长了皱纹的小姑娘 说话的是图小萌 我们只是进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而这个阶段的风景,说不定会更好呢 图小萌先与他们两人结婚生孩子 对于这个话题,似乎有很多话需要说 你们是不知道啊 一个孩子能有多可爱 自从有了我们家宝 我觉得,我们一整个家都被照亮了 太幸福了 图小萌说着这话,还夸张地闭上眼睛 脑海中仿佛都是她家的小宝宝 别说是莉莉了 哪怕是同样是孩子妈妈的寄星 都有点目瞪口呆地看着图小萌 行吧,那就敬两个孩子妈 莉莉撇撇嘴换了台词 莉莉本来打算在姐妹们面前 缅怀一下逝去的青春岁月 没想到姐妹们却沉浸在自己当妈的喜悦里 这个走向,莉莉还真是没有想到啊 本来,莉莉因为自己母亲的缘故 多少在步入婚姻之前是有些忐忑的 但看见闺蜜们如此的幸福的样子 莉莉也突然就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期待 人生本就是未知的 谁也无法知道以后的生活会遇到怎样的事情 但是,人生就是一个见招拆招的过程啊 人人如此 前段时间,莉莉遇到萧易萧 实际上,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 就总会遇到的 之前,她也不是没有遇到过 只不过,上次遇到的时候 萧易萧带着一个女人 而莉莉,大方地朝他们打了招呼 莉莉走过去的时候 才经觉自己的风轻云淡 原来,这就是不在乎 是真正的放下 仔细想想 大部分的人生都是有遗憾的 现在的苏芝周 早已蜕变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莉莉突然觉得 她对未来的苏芝周充满信心 其实,倒不如说 她是对自己充满信心 因为,不管她未来婚姻生活 是跟两个闺蜜这样幸福无比 还是跟母亲那般破败不堪 她觉得自己都能有足够的支撑来应付以后的生活 那是属于她自己的底气 与爱人无关 这别的都无所谓 就是多少有些怀念咱姐妹们过去一起喝酒的日子 咱们今晚上再来一次不醉不归 莉莉举杯吆喝着 好,不醉不归 突小门和季星应声道 说实话 看到莉莉终于要披上嫁衣 开始人生的新角色 她们由衷地为她高兴 重点是她们三都是嫁给了爱情 你也赶紧追上我们的步伐 赶紧生一个 莉莉笑而不语 其实她就是这样想的 想到三个好闺蜜的孩子一起长大 这件时光想想都挺美的 感谢观看